二战飞虎队后裔在昆举行抗战胜利73周年纪念活动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 为纪念飞虎队在抗战中做出的杰出贡献 飞虎队后裔俱乐部今日在昆明翠湖吉人茶楼举行纪念活动纪文化讲座 这段视频是活动记录 点击观看飞虎队是二战东亚战场的传奇 凡受过基本教育的云南人几乎无人不知 飞虎队后裔俱乐部则是由居昔日飞虎队后裔组成 约束十日 富贝多威当年的中方飞行员、地勤、文职人员及衣物、工程等系统工作人员 这是一个低调而特殊的民间群体 与这段历史有直接的血脉联系 从2014年开始俱乐部组建之后 开始在昆明翠湖畔吉人茶楼举行纪念活动 茶楼主人黄吉明女士本身就是飞虎队后裔 黄女士的父亲是陈纳德当年的切身翻译黄廷耀、刘胡悦文化讲座主讲人 黄吉明飞虎队后裔、高德敏飞虎队后裔和影黄女士介绍 飞虎队与昆明有脚不开的历史情节 抗战初期 昆明防空力量几乎为零 日本人多次轰炸昆明如入无人之境 轰炸结束甚至还在空中编队示威 嚣张如此 直到元华飞虎队出现在昆明 数次重创日记后昆明上空才真正有了保护伞 本月飞虎队纪念活动的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是吉人会系列文化讲座启动仪式 首讲嘉宾为昆明市政府参事 著名律师刘胡悦先生 刘胡悦以飞虎队在抗日战争中的接触贡献被线索 为了借嘉宾讲述了云南抗战期间显为人知的若干精彩往事 据了解 从8月起 吉人茶楼将不定期就云南文化主题 进行文化讲座 将邀请各界名流主讲和参与 当日云南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 大理国际营 会议术总监 鲍利辉的摄影工作室名模画廊特展也在此揭幕 首次特展主题为空对空 向飞虎队致敬 罗涛个人摄影展 这是当今最优秀的航空摄影作品 身在外地的摄影家罗涛先生 在得知纪念活动主题之后 特意委托鲍利辉向飞虎队后裔赠送了自己一幅航空摄影立作 以表达对飞虎队的敬意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